2016年5月29日,一个寻人的微博被网友推上了热搜,发微博的是一位叫徐永龄的退休试飞员,当天晚上他连发三条微博,要寻找30年前救过他命的遗族放羊娃小雷,没有人民的爱,就没有军队的发展。 我渴望当面表达这份积压了30年的情感。 徐永龄在第一条微博中写道,徐永龄是我国仅有的几位国际级工军试飞员,退休前是歼实战机首席试飞员,中国试飞员学院特聘他做教官,他还是空军理论专家库成员。 中国航空学会高级会员,他的一生荣获无数功勋,亲自参与的空军史上重大是非,以及发表的重要理论概念也不胜枚举,订阅老海说史,了解奇闻异事,徐永龄的成就实现了他而是想飞上蓝天的梦想。 但是如果30年前没有遇到那位遗族放羊娃,他的梦想很可能就坠落在深山了。 徐永龄出生在杭州军人世家,七八岁的时候,他在哥哥的影响下迷上了飞行。 他住的大院里有个飞行员,见到这个飞行员的时候,他就扭着人家问,怎样才能当上飞行员? 人家跟小孩解释不清楚,就敷衍他说,飞行员要能跑一万米。 他理解成,只要能跑一万米,就可以当上飞行员,于是专门去围着西湖跑,想要冲击一万米的距离,八岁的小孩哪能跑上一万米,才跑几百米,徐永龄就气喘吁吁,累得不行。 他没有灰心,想着只要坚持跑步,在大几岁就能跑上一万米。 初中毕业的时候,徐永龄已经能跑一万米了,他满怀希望去参加了招飞体检,哪里想到,徐永龄还没有接触到他心心念念好多年的万米体能测试,就被刷了下来。 这时候他才知道,招飞除了跑一万米,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他身高不足一米六,第一关都通不过,1980年,徐永龄18岁高中毕业,他身高已经超过一米六,其他各种条件,他相信也能达到招飞的要求,于是便再次去参加了招飞考核。 这次徐永龄出审过关,不料好事多么,由于名额有限,徐永龄再次被淘汰出局,飞行梦已经深入到徐永龄的骨子里,当不了飞行员,他就把高考志愿全部填上北京航空学院,他要在大学里靠近他的梦想,徐永龄的学习成绩很好。 还凭上过杭州市三好学生,很顺利地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他们那一届的校友,还有后来的航天专家袁家军,第二次考飞失败, 让徐永龄知道要当飞行员有多难,跑一万米差不多就可以当飞行员,那是骗孩子的话。 进了航空学院,徐永龄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当飞行员的机会,只能用滑翔机来过一把飞行员的影。 大而那年,徐永龄到青岛滑翔机学校学飞行,袁家军和他在同一个学习组初次接触飞行,徐永龄就表现出很高的飞行天赋,费了十次滑翔机,有经验的教员, 已经看好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徐永龄听到这个评价,心中难免有些苦涩,感叹自己有飞行梦,有飞行天赋,就是没有当飞行员的机会,幸好招飞走进了大学,1984年,徐永龄迎来毕业季。 北航也迎来第二次招飞,在几百个报名者中,徐永龄脱颖而出,成为九个被选中的人之一,走出校门,他穿上了空军的军装,招飞进入空军,真正的考验才开始,被录取为飞行员,到成为真正的飞行员,还将面对很高的淘汰率,特别要成为战斗机飞行员,淘汰率往往高达四分之三。 大学毕业录取的空军飞行员,文化上比从高中录取有优势,空军飞行员要具备较强的理解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一般都需要大学文化程度,没有读过大学,就被录取为飞行员。 还要学习大学课程,不过既然被录取,学习能力应该不错,英文化学习被淘汰的飞行员,比例并不高,体能训练,旋转等各种飞行状态下的适应训练,也不是淘汰率最高的环节,受训飞行员最大的关卡, 是实飞心理承受,实飞战斗机和坐飞机完全是两回事,不要说驾驶,坐战斗机上天,就会让很多受训的飞行员受不了,一年实飞训练下来,很多受训飞行员就因为心理问题不过关而逝去了成为战斗机驾驶员的机会,不过,这些训练员也是有专长的人才。 虽然当不了战斗机驾驶员,但可以开运输机、直升机或者坐地勤、机务等工作,和徐永龄一起进入空军第六航空学校受训的飞行员有28人,最终训练合格的只有徐永龄等三人,而且在初教六和尖教五的所有训练科目中,徐永龄都是第一个单费的学员。 难怪滑翔机教员看徐永龄飞了十次过后,就断定他能成为很优秀飞行员,他上天的心理素质让人放心,可差点断送他梦想的事故,恰好就出在心理素质上,加入空军后,徐永龄长时间在云南原某某航空兵训练团学习。 1987年2月19日,徐永龄首次进行尖六双机编队超高空超音速飞行,超高空飞行高度1万米,超音速时速超过1000公里,这次升空前,徐永龄单独飞尖六只有20个飞行小时,为这次飞行,徐永龄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 教员和领导根据他平时的表现,对他这次首飞科目也不担心,飞机起飞后,朱广才副团长驾驶的掌机和徐永龄驾驶的辽机顺利地爬升到1万米的高度,当时那片空域还有训练团其他的编队在进行训练,机上通话,空中训练的每架飞机都能听到,在万米高空完成双击编队后,徐永龄听到耳脉中传来300准备超音的指令,徐永龄飞机的编号就是300,他当即回答,300明白。 其实,耳脉里的指令是360准备超音,发指令的是另一个编队的掌机,徐永龄第一次飞这个项目,心里一紧张,就把360听成了300,徐永龄做好加速准备,耳脉里又传来360开始加力的指令,徐永龄再次把360听成300,回答一声300明白后,他猛然加速,把飞机往超音速推进,双击编队掌机,聊机靠得很近,保持速度同步,徐永龄听错指令一加速, 前面的掌机还维持原来的速度,聊机一下就向掌机撞了过去,看着和前方掌机的距离,陡然拉近。 徐永龄知道犯错了,赶紧采取减速措施,可是来不及了,聊机眼看就要撞上掌机,最后一刹那,徐永龄猛推操纵感,想让聊机向下俯冲,避开前方的掌机,紧急挽救措施, 只是让两架飞机没有完全对上瞬间撞毁,但聊机还是从下方擦挂了掌机,超音速擦挂,后果相当严重, 徐永龄飞机一展,机翼折断,整个飞机在空中急速翻滚,坐舱里的灰尘,像雾气一样弥漫开来,机外冒起浓浓的白烟, 徐永龄也被巨大的惯性抛到了舱顶,飞机明显就不回来了,徐永龄想跳伞, 可惯性把他吸在舱顶下不来,他无法按下座椅上的跳伞弹射按钮,好不容易, 徐永龄用脚勾住驾驶位的带子,才让自己回到座椅上,按下了弹射按钮,弹射出机舱, 徐永龄晕厥了零点几秒,万米高空出舱,要不是经过长期训练的飞行员,恐怕会长时间晕厥,失去自救的能力, 醒过来,徐永龄首先要脱离座椅,不然无法打开降落伞,然而人已分离后, 降落伞还是没有自动开启,自动开启设置的是4000米高度, 徐永龄以每秒60米的速度自由坠落,到达4000米高度还需要一些时间, 徐永龄不能等到4000米高度,降落伞自动打开,下降速度太快, 高空气流会对他的肢体和脸部造成很大损伤,这些应对徐永龄早已通过培训烂书于心, 他立刻手动开伞,降落伞打开时,他在8000米的高度,降落到地上大概需要两分钟, 徐永龄抬起手腕想看下时间,才发现表克已经破碎,人飘在空中, 徐永龄的心已经坠入深渊,他不知道掌机机驾驶员朱广财副团长的情况怎么样, 要是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占有牺牲,他的余生都会笼罩在精神阴霾中, 这个时候徐永龄应一样的飞行员势力,看到高空中有一个黑点正在急速坠落, 他心提到了嗓子眼,脑海中想着,那一定是朱广财副团长降落伞为什么没有打开, 难道是出了什么状况? 如果眼睁睁看着朱广财副团长打不开降落伞坠落, 难以想象徐永龄的心理会遭受什么样的重创, 幸好不久之后,一朵白花从黑点上方展开,朱广财副团长的降落伞打开了, 徐永龄一下振奋起来,马上调整降落伞,向朱广财副团长靠拢, 降落点情况不明,朱广财副团长的身体状况不明, 这种情况下,两人降落在一起,有个照应很有必要, 高空环境没有让徐永龄如愿,不管他怎么调整降落伞, 他离朱广财副团长还是越来越远,直到完全看不见, 看不到朱广财副团长。 徐永龄已经可以看到地面的情况,下方是绵延起伏的山林, 降落区域坡度大概有60度,对伞降有一定难度, 稍有不慎,会摔断腿,或者滚下山崖, 不过对徐永龄这样的跳伞高手来说,应对这种地形不在话下, 他以标准的姿势,安全降落在半山腰, 隐蔽好伞包做了记号,就向山顶爬去, 准备查看全局,找到有人烟的方向, 按照条例,伞包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丢弃, 徐永龄遭遇的不是一般情况, 带着伞包他体力可能会吃不消, 保住飞行员在条例中更重要。 有种说法,一个飞行员的价值, 等同于一个飞行员体重的黄金, 国家要培养一个飞行员, 需要投入惊人的物理财力和时间, 险境之下,飞行员暂时放弃散包自保理所当然, 到了山顶, 徐永龄放眼一看,心凉了半截, 他顶尖的势力所及, 都是深山密林,没有丝毫人计。 他这时, 知道自己落在了原谋的原始森林中, 不过就算受过专门的求生训练, 他也不确定, 自己能不能走出这片森林, 徐永龄用太阳来确定方向, 他要朝一个方向走, 不然会兜兜转转困在原始森林。 沿着山脊走了一段, 徐永龄又爬上一个坡顶查看环境, 结果还是杳无人计, 徐永龄不敢停下来休息, 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偏西, 天黑前走不出森林, 可能会有致命的后果, 云南原谋接近热带, 然而地处高原地区, 二月白天气温也就15度左右。 夜里山上气温会降到零度, 天黑辨别方向更困难, 留在山里过夜, 徐永龄穿得单薄, 根本不能预寒, 加上他体力透支, 身心疲惫, 脸部在高空已被冻伤, 身上多处被划破, 身体状况比较虚弱, 一旦夜里出现湿温等情况, 他也许就不能活着走出森林了, 不停地走了六个小时后, 徐永龄还是看不到森林的边缘, 他又饥又渴, 一路他没有见到水, 就算见到坑洼里的水也不敢喝, 怕不干净把人放倒, 野外喝露水, 雨水或者山泉相对安全, 可徐永龄所处的空间、时间, 都没有这些水源, 太阳就快落山, 徐永龄心里很焦急, 突然他眼前一亮, 一根树枝让他精神大震, 这根树枝有明显的刀砍痕迹, 刀砍说明有人, 徐永龄无法抑制大喊起来, 有没有人, 连喊几声过后, 一棵大树后冒出个怯生生的小脑袋, 睁着困惑的眼睛盯着徐永龄看, 徐永龄的心瞬间就飞了起来, 太幸运了, 绝处逢生的幸运, 徐永龄定了下神, 看清楚眼前是个穿着遗族服装, 八, 九岁的小男孩, 离小男孩不远的地方, 还有两只小羊, 这里出现放羊马, 那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不会太远, 徐永龄迫不及待地请小男孩带他去村公所, 小男孩一脸迷茫, 摇摇头表示听不懂, 又对徐永龄说了几句话, 徐永龄也听不懂, 小男孩目光一闪, 在石头上的包里拿出本子和笔递给徐永龄, 徐永龄大喜赶快在本子上写下, 带我去村公所, 小男孩二话不说, 杨都不管就领着徐永龄走, 七拐八拐了好一阵, 两人才出了森林, 徐永龄看着这复杂的路线, 心中感慨道, 如果没有小男孩带路, 自己即便是绕到天黑也走不出这片森林, 小男孩把徐永龄带到一间小土屋, 徐永龄见到人烟, 也不着急去村公所, 他又饿又累, 正好想在小男孩这里恢复一下, 两个人说话相互听不懂, 徐永龄就用手势沟通, 又指嘴巴, 又指肚子, 小男孩瞄懂, 给徐永龄倒杯水, 就飞快跑去生火做饭, 不一会儿, 小男孩给徐永龄端来碗蛋炒饭, 糙米有点硬, 徐永龄吃得却很香, 以后几十年, 那碗蛋炒饭都是徐永龄记忆中的美味, 吃完饭, 小男孩示意徐永龄到自己的木板床上休息, 随后独自跑了出去, 徐永龄完全放松了, 也不管小男孩去干什么, 一头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等小男孩咬醒他, 他一看时间才过了十多分钟, 小男孩示意要带他去村公所, 临走前, 徐永龄悄悄在小男孩枕头下放了二十元钱, 他满心的感激不是用钱刻意诉说, 他只是觉得这里的人家一碗蛋炒饭也不易, 他不能因自己让恩人遇到困难, 从小男孩的住处到村公所, 走了一个多小时, 幸好徐永龄恢复了一阵, 不然这段路对他又是一次煎熬, 到了村公所, 徐永龄意外地看到, 几十个遗族村民已经准备好水果和馒头在等着他, 一问才知道, 部队已经通知了事故地周围的村寨, 村民提前为迎接飞行员做了安排, 由于部队的车很快就来接徐永龄, 他没有问清楚小男孩的情况, 就离开了村公所, 见到部队的人, 徐永龄才知道朱广财富团长, 降落在离他13公里远的地方, 已经回到部队, 阴脸上, 眼睛受伤严重, 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 徐永龄去医院看朱广财富团长, 一见面就单膝跪地认错, 病床上的朱广财富团长毫无怪罪之意, 他的夫人连忙把徐永龄扶起来, 安慰他说, 上天难免出事, 你回来就是万幸, 这种谅解对受训期的飞行员很重要, 不然背上心理包袱, 一个未来的优秀飞行员就毁了, 之后不久, 徐永龄离开云南, 到其他地方继续受训, 完成受训后, 成了一名合格的试飞员, 由于事故有保密需要, 试飞战机也是保密工作, 徐永龄尽管忘不了一族小男孩, 也不能去寻找, 直到他退休后, 他才发微博寻人, 30年前被救死, 他还记得当时听当地人说, 小男孩住的那个村叫雷岗村, 他不知道小男孩的性命, 估计那个村的人都姓雷, 就在微博上称小男孩小雷, 并推算小雷的年龄, 如今大概39岁左右, 网友被徐永龄和小雷的那段缘分感动了, 一时间网上到处都是小雷, 你在哪儿的呼唤, 原谋政府和当地空军, 很快注意到徐永龄的微博, 派人去当年接待徐永龄的那个村子, 就打听到小雷的下落, 雷岗村是一个村组织下面的自然村, 村民没人姓雷, 基本都姓尹,村民和姓无关, 小雷叫尹正海, 小时候营养不良, 身材矮小, 被徐永龄误认为八, 九岁, 其实遇到徐永龄时, 他已经十六岁了, 他救了一个飞行员的事, 当地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 他上过学会汉语, 遇到徐永龄时, 只是口音问题造成, 两人不能用语言沟通, 幸好当时他正好帮堂妹带着文具, 才了解到徐永龄的需求, 送徐永龄到村公所后, 时间一晚他还在姑姑家过了一夜, 2016年徐永龄寻找到他时, 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 他曾给女儿说他救过飞行员, 女儿都笑他吹牛, 他妻子则很相信他, 因为他妻子当年听说过, 附近有飞机坠毁, 得到尹正海的下落后, 徐永龄很快便赶去看他, 2016年6月4日, 徐永龄一路辗转, 终于见到了尹正海, 尹正海家养着土鸡, 土鸦和牛羊, 还有辆新农用车, 日子过得很不错, 这让徐永龄很欣慰, 那天, 两人弄了一桌小菜, 就这几杯小酒, 一直聊了很久很久, 尽管三十年已经过去了, 尽管他们只有一面之缘, 但在见面时, 两人仍然激动不已, 如同阔别已久的老友, 仿佛有说不尽的故事, 离别那天, 徐永龄送给尹正海, 一个歼石模型做纪念, 他心中一直认为, 自己能够成为歼石首席飞行员, 这其中离不开尹正海, 当初如果不是尹正海, 将他带出深山, 或许国际上从此会少一个工薰级试飞员, 中国也将少一个军事理论专家, 哪还能有之后的故事呢?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留在评论区,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 可以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